欢迎收看速读台海 今天台湾的民意机构又爆发了自己的冲突 蓝白阵营的联手对抗绿营 有人跌倒了也有人受伤 为了这一次的争斗 据说民进党党团从今天的清晨4点多就进入会议室 早上9点钟给国民党的美劲就爆发冲突 这是冲突的根源 就是为了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这个法律一般都会简单的叫做选霸法 那这次修法的玄机到底在哪里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蓝白阵营与绿营各自有什么样的一种考虑跟盘算 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厉害 那首先来看选霸法修法这个前后的一些相关变化 依照目前这个选霸法的规定 就是就职未满应援者不得罢免 你不得罢免但是可以在未满一年之内就可以 如果你要罢免他就可以进行联署进行提案 至于罢免的结果的认定 只要有效的同意票 多与不同意票 而且达到这个选举的四分之一 这样就可以算是这个通过了罢免案 换句话说 目前这个选霸法对于这种明代的这种罢免的规定 其实是一个叫做双低门槛 也就是说他的陈案提案的条件很低 第二个就是通过的门槛很低 那针对这两项国民党就提出这个修法 提出第一点就是说就职未满一年 不得罢免提议跟连署 也就是说你没有满一年你连署都不行 第二点就是罢免票数需高于当选票数 那这个门槛就比较高了 这被形容为史上最高的一个罢免门槛 那为什么国民党要提出这样一种修法呢 他当然不是说无地放石 他针对的就是目前民进党 在搞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阴谋 什么阴谋呢 为了这个改变双少数执政的这种独立的局面跟困境 赖清德跟民党其实早就开始酝酿 一盘很大的一个起立 也就是说要用一种大规模的罢免 明代的这种超常规的手段 让民进党在民意机构的这个席位 从目前的这种少数变为多数 只要这种民进党罢免的成功了 重新选取 那就有机会夺回这个六席上的明代的机构 那就可以改变目前整个明代机构的这样一种席位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目前民进党是只有五十一席 如果他通过罢免重新选举实现了民进党在民意机构的叫做单独过半 因为现在总细是113期嘛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拆除赖清德执政的这种涉取和障碍 更何况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罢免行动 如果他成功的话 他将极大的激起民进党支持的这个热情 极大的增强它的这个动员能力 对于2026年选举到2028年的选举 可以积蓄巨大的政治能量 就是基于这一点 而且在柯文哲被这个政治追杀之后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更加的隐碍 彼此是存亡此寒这种关系 如果民进党的阴谋得逞 让他掌控了这个民意机构的多数的话 他就可以达成这种完全的执政 那在这样一种局面下 蓝白阵营将会更加的被动 他们只有当遗漏 只有更加被追杀的一种愤怨 所以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国民党为了反制 才联手民众党提出这次修法 提高这个罢免的门槛 不让这种少数的民意 否决多数的民意